好,欢迎来到这个星期,当是洞费点五集,因为都是动漫 小长期就留给其他真人或者剧集的内容 今集的点五集,我们的主题是《我的英雄学院》的剧场版第三集 第三集的主题是《世界英雄大会》 今晚有我,曼尤姐在这里 有DK Hello,有小月在这里 今天我就看完三集的剧场版,你们呢? 我也有看完的,印象中 我看了头两集,第一集就反而没什么印象了 其实第一集比较多讲他和《All Might》的事情 是不是讲《All Might》去美国那时候的旧朋友 第一集是 是啊是啊,讲美国的旧拍档 是啊,美国的旧拍档,第二集是什么呢? 第二集是去实习那个岛那里 记得记得记得想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所以組織的大佬就順利了一本書來看 就像是太平天國的紅袖泉一樣,看了一本書之後 就認為應該要救世,所以他就設置了一些 類似,我為什麼會說這麼多英文? 因為我看英文字幕,沒有辦法,我在電影院看 看英文字幕,他的日文原聲,所以有些東西就譯出來 我就照樣說,就會可以摧毀世界所有擁有個性的人的個性 希望回復人類,可以變成一個普通人類 這個是他的背景基礎,如果我說錯了,或者說漏了,你補充 跟正一點,那個砵其實不是消滅那個人的個性 應該是將他的個性不斷膨脹,然後令到那個人死亡 是的,所以譯如有一個人有電的就不斷漏電 如果是火的話就會燒死自己 那結果呢,原本被派到世界各地的所有不同的英雄呢 那麼就要找回這個秘密組織出來 那麼最後當然就是不知為什麼又很不覺意地 就是我英的三巨頭,即是Deku,爆豪和阿加東 就是三個人就遇上了,即會向倒這件事的核心 那麼在這一集就有個原刊角,也叫Rody 那麼Rody呢,其實就是一個貢家子弟 是的,因為他爸爸呢,是不是被知道他都是這個組織的人 他最初是以為他進了這個組織,他鄰居那些 那麼所以呢,就排斥他們整家人 那麼他爸爸呢,也都失了鐘 預計應該是他們知道是死了的,是不是 其實他最後是有死的,即是他沒有明確交代 他有沒有,就是還在山,但是應該是死了的了 Rody他們三子弟,三兄妹是知道 他爸爸是失蹤的,就沒有說他一定死了的 在未知秘密之前呢,只是知道他爸爸不見了 那麼後來知道他入了一個組織 那就覺得他爸爸拋棄了他們 或者是做了壞人之類 但是不知道他爸爸死的 那麼後來發現了整件事的秘密之後呢 你才知道他爸爸是做了那麼多事情 為他們這樣 是的,所以Rody呢,就只能夠做一些非法勾當 可能是幫忙做體水啊、跑腿啊 就是犯罪集團的這些體水啊、跑腿啊 這樣的工作 去養活他的弟弟妹 而他這對弟妹也是他唯一的親人 那麼他就撞著了笨狗 那麼於是呢,整個股票就在這裡展開 那麼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因為一次的意外 將一些,就是這個 可以disarm所有剛才說的那些炸彈的一個系統呢 就是被一個間諜偷了出來之後呢 那麼就在一次的心血行動裡面呢 就互相交錯了那個行李箱 那麼結果這些那麼簡單的條件呢 就引致了笨狗他們呢 就遇上了Rody 那麼最終呢 慢慢去滲入這件事裡面 那麼最後就當然是 笨狗打大哥啦 那麼跟著啊,光朝動和啊 阿鮑豪勝幾就會打一下 就是他們的大陸的左右手 那麼最後一件事都是解決了危機的 那麼… 另外我想補充一下就是Rody的配音 是吉澤良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 其中一個賣點來的 這個是香港的賣點來的嘛 還有它那個個性是 那隻鳥呢 鳥 是啊那隻鳥嘛 原來是林元偉 就是不看Cast 就是不看最後是不知道的了 原來 它沒有拿這個做賣點 我覺得有點奇怪 怎麼樣?你們怎麼看這套? 講不講? 其實呢 在下覺得呢 就看完一次 開心完一次 那就算了這件事 哈哈哈哈 因為這幾個星期呢 它賣都是香港有那些 你再看的 特典場 特典場那些嘛 那其實我有想過要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看第二次 那麼悶嗎? 我覺得這套東西不是去到悶的 只是它沒有 因為它 如果你和之前那兩套劇場版比 那個感覺就是這一套 文氣比較多 但是它打鬥方面 我不敢說不好看 但是好像很散 整件事 你這個人好像沒有了 那種 看我應該要有那種 很興奮的感覺 就是我看的時候 我都哇哇哇哇 還有打鬥場面 其實我覺得都畫得漂亮的 雖然它相對是少 但是我覺得它這次的劇場版 是做得精緻的 但是 不是很差 譬如可能是中等級 但是不想上一集 我覺得上一集比較精彩 因為上一集就是講 他們去到小島實習 然後有些 那些惡黨最後就要去 侵攻那個島嶼 而到最後就是 爆豪和阿笨狗兩個 打拖延戰 希望可以拖到那些英雄來 守護著那個小島 那中間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點 大家去討論的就是 因為當時是有一張 One for all for One for all 的力量傳給爆豪 在上一集 但是這個就沒有 那裡有點複雜 我忘記了 但是要聽我們上一次的說法 但是那裡是守護得很精彩的 但是這集好像最後的一戰 是純粹鬥大力 然後就因為要 Rody 這一集是新的原創角色 就是Rody他很努力的去 希望幫忙一起去解決這件事 所以Deku又要 那裡是很努力的 明明都已經打到瑞毅了 還會突然爆發出很強的力量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已經看到單行本第24期 我就斷了 我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看下去 這次出的那招 大招 我好像以前沒有見過 就是出到好像北斗之拳那樣 又會分山 跟著又會或者 那這些是那些 現在又學了新的 是否DECO最後出過一個? 是啊 很大畫面 很華麗的那一套 單項本其實我還沒開始看的 因為我是動畫派 即是動畫樂坑 我是剛剛看完第五季 去到第五季為止都沒有這招的 那它這個電影是接著第五季之後的 就是剛剛第五季是講它實習 第五季講到哪裡? 講到它們實習 Minn 是不是通融美利生沒有力量之後? 是不是? 就是三連級三局 是啊 是啊 講到那裡已經是之前的 那裡已經是好像第四季 第四季是霸衛會 是啊 總之第五季是講到它們實習 這個是剛剛就是應該是第五季完全勝 完之前中間有其中一個trap的timeline來的 如果這樣講的話 是啊 而它就是講到第五季是沒有這個招出來的 所以應該是電影才出的 因為是很漂亮的 但是我就覺得哇 在這個強度已經是 應該是奮進人的強度 其實它們三個都有新 它們三個 其實我覺得今集某程度上是 這個電影版 是鋪它們三個的能力都level up了 然後再去鋪第六季 就是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去一個過度的東西 講起三巨頭 我比較失望的就是 它這次為特地有三件新的衣服的東西 是啊 那三件衣服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但是只限頭十分鐘出現 穿著就沒有出現 我覺得很浪費了那三件衣服 那裡是營到爆炸 在升降機跳下來 哇 厲害啊 我想說 Doki Doki的啊 是啊 升降機跳下來就很矮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它是在直升機 對不起 我不是在說直升機 直升機就知道那些跳 空軍機 Anyway 那些跳下來 但是真的很帥 好像是套了一條 跳了下來 黑色這樣 接著很快就沒有了這套衣服 浪費了 還有今季我覺得 如果跟上集比呢 因為手活少了 我覺得今集令到我沒有 我已經沒有一種 我很嘩嘩嘩 很想看多一次的一個原因是 因為其實我已經無論動畫版 或者過去的劇場版 其實他們都很講 他們之間那種 和他們那種不同的屬性互相去補助啊 你不是一個人超級英雄這樣去打光所有東西 他們一定是互相合作 互相分工 然後再有一點點的攻防戰 這樣去看的嘛 但是今集 你去到最後 是的 大家的長片是好看著的 就是畫面是漂亮的 做得正式 但是它三個 separate 各自打造 沒有了這件事 我會覺得是 我也同意啊 我也同意啊 在剛才開麥克風之前 我和阿鐵基聊天 也有這個想法就是 今集 我其實挺喜歡 因為我的英雄學員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他們一群同學之間的 那個 扣連和謙伴 你想想 譬如今集 所謂的女主角 是不是什麼 日內 我忘記了 他的名字 另外譬如 頒獎 梵田天哉 彭博仔 那些其實 沒有出過 太長的 是只有好幾鏡 那我覺得不夠 那當然 可能後面 會再說多些的 就是三大男主角之間 甚至乎都不多 但是上一集 你簡直是 就是應該是 爆豪 還有Deku派的 就是用來熱烈地 J 的一套劇場版 但是今集沒有 這些這樣的東西 我想說今集 完全姓威爾製作組 是軍出派 是 是啊是啊是啊 根本今集爆豪 是沒有什麼 沒有多少 雖然 雖然軍出我都吃 但是我主要是 勝出派的 所以有一點點不開心 我真的很記得 可能你們是 不太記得這個鏡頭 就是他們三個 走進那個島裡面 然後 Deku 總之 不知道怎麼跳下去 然後 阿棟其實已經是 在用兵向前線的 然後他是扶著 Deku的腰向前線 什麼事啊 OK 我真的沒有留意 可能我分了 我沒有留意 我利身一下 我一路看下去 就是那一刻 接著就是 白豪在外面頂著 那個這樣的 教戰引戰都引 很多把都那個 然後 阿棟就跟白豪說 你在外面去 外面交給你 這裡我跟Teku去負責 然後扶著 扶著Teku的腰向前線 什麼事啊 哦 那你不是不明白的嘛 現在 當你有彭豪和 張高麗 和老婆 康健之間的那個關係 你就知道 老公帶了一條女兒 進房子 叫他老婆 在外面 跑 洗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世紀預言 還是其實日本的製作組 一早就知道 彭豪和張高麗 就是這件事 所以叫我 包豪在外面 浸水 哈哈哈哈 那一幕 我相信 整套電影 我真的最深刻 在這一幕 然後內心是完全懂 蛤 這樣 還有 還有今集 雖然 包豪一向都是 一個老粗 在那個設定上面 比較沒那麼纖細 但是 你看到 今集 譬如 阿Deku 打電話回來 或者 傳個訊息 漏了一個謎題 去告訴阿 阿郑知道 你想一下 他打電話 有什麼事 都是找阿郑先的 是啊 有什麼 很不開 這件事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件事不應該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還是那件事 找出我吃的 但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將個訊息 傳了給阿郑 不是 傳了給阿包豪 那包豪只會說 你說什麼 不是一包豪 首先我要跟炸美貓仔 爆豪軍 我要跟炸美貓仔平反一下 雖然 它很火爆 但是 雖然 它表面很不纖細 但是它內心是有纖細的一面的 它是會留意身邊的人的東西的 尤其是Deku的東西 它是十分之留意的 它只是留意Deku的東西 它不留意身邊其他人 都足夠了 這件事 所以反而它發訊息給爆豪號碼 阿美貓仔應該會立刻去想到 究竟發生什麼事 它應該會發訊息到的 大概這樣 這次Deku就有一個新的外語 就是吉澤亮晶演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新角色其實是挺討好的 因為你覺得它 你一看就知道這個是重要的角色 你最初以為這個人 你以為它沒有個性的 它整套東西都沒有表現到 它有什麼特別有用的個性 但其實它 這個就是一集劇場版完的角色 其實那種一集完的友情 你都會挺感受到 其實這個人他為了他弟弟妹的一些事 他不停要做出來 他說他的背景其實都寫得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人 關於Rody 關於Rody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挺喜歡這個新的角色的 雖然他的基本設定其實是超級老套 你當其實就是小智強 一小時候家庭就要很窮啊 然後要照顧弟妹 他連老母都沒有了 老爸又失蹤了 遺棄他們了 他們被人排斥 三個人沽苦伶丁 因為老爸加入了這個恐怖組織 那他又會試過出賣 但是他也有過意不去的地方 所以到最後 我最初我最初以為 好了到最後一定要大打一場 那會不會他沒有參與的 就是場戲份呢 原來不是的他又有參與的氣份 到最後是由他有參與的 但是我到最後是很喜歡他們最後的一個 不是機場 就是在敵方總壇上說 我能夠解決這件事了 我是不是也有用啊 然後兩個哭著笑的那個線 我是感動的 我是很感動的 Siri呢? 這個角色其實 是這個愛的 Deku又勾引了一條幼子回來 不斷四處流程 這個角色其實我自己都挺喜歡 還有他的雀鳥真的很有趣 代表他個性 還有其實我挺欣賞 因為你一開始會以為他是一個沒有個性的角色 就是可能是街邊小旺旺 我挺喜歡一開始就是 Deku他是無論怎樣追和怎樣捉都捉不到他的 就是有一種就是 即使你有個性 其實你都不是萬能的 就是你地頭蟲你怎麼都是一定的 還有他這些食魯在街邊打滾了這麼多年 他怎麼都會贏到你這些所謂學員精英有過程 就是我挺喜歡他開頭在那個 市集追逐過的音樂 是的 市集追逐過一段東西的 其實是挺好看的 但是一開始我們有提過今集的製作都不錯 但是中間有一段他們不是逃亡的 他嵌狗和Rody不是要逃亡的 是的 他們去到臨過火車站 因為就說如果我可以搭到火車出了警之後 我就可以避過了警察的追捷 因為警察當時陷害他們是大量殺人犯的 所以呢 但是接著去到山崖那段打鬥 哇 完全崩了的 完全崩了的 石是沒有線的 比如說鮑豪和阿龜來到的時候 就是救駕的時候 那些輪廓也是勾到爛的 哇 我覺得做什麼鬼 那一刻我真的看得有點生氣 但是過了這一段之後 可能他花了很多預算去做其他事情 我覺得他比如開場的警察 跟著中段的追逐 只是那一段打鬥真的差了 連背景都差了 那段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是想展現 我甚至懷疑他是不是要 不知道什麼去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位度空間的平面給我看 我是看不到那個空間感在那裡 那一段那個位置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那個音樂是 他那個位置 不是 記過頭話 就是他兩個爆豪 來救駕那些畫是特別的 你覺得是 咦 我不是看錯了 特別差了幾秒鐘 很奇怪 我覺得他最後其實大戰鬥那裡 我想問一下最後那一段大戰鬥 一般來說一人眼睡應該是民氣會睡覺 原來戰鬥會醒 我是反過來的 最初是大半場的時候 我也有很集中的 但是一就找到他們的秘密地 那條類似狗字邊的那個人 還有另外一個是玩火的 好像Hell一樣 造型有點像Hell 古靈精怪這樣 三個人開始打的時候 我睡著了,欺負到差不多三個人都準備贏了 我才醒來,所以我有些事情我錯過了 譬如,大哥的能力是什麽 過程中間有沒有什麽你們可以補充一下 大哥的個性,最初是Deku打來打去 好像他用的那些招全部是反射出來 最初那時候我就會不會是吸收再反彈 但是他自己自爆了,他的個性就是反射 我覺得那裏其實Deku不斷打那個大哥 打來打去打入那裏其實是 我會覺得那裏可以再打得好看 但是那種狀態就是 其實你這樣越大力,所有的力都反射去Deku 其實他已經很傷了 已經看到他是好像一個重傷的狀態 之後你竟然大戰鬥就好像不斷百力拳那個狀態 我覺得我會期望原本是三巨頭合力打個大哥的 但是最後都沒有了原來 是的,我本身都以為外面 因為其實我本身有少少 以為是外面那兩條 就是外面那個整身刀那個和火那個 他們兩個會分別各自打完 因為本身有一個回合,他們兩個已經打贏了 打完了,他們就可以進去幫Deku做三打一 誰知道外面那兩條人打完之後 他還會再打藥給自己 然後再來一次 就是把那個個性再增幅 然後再打多一圈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over了 你還在打中 Deku一條人在裡面,Deku死了 Deku死了,那怎麼辦 然後你這件事就安排Roddy去救他 我問一下,大哥 第一,有沒有真名的了 第二就是其實他有沒有介紹過 他自己,除了剛才我們一開始 在故事簡介的時候之外 有沒有介紹過他其他 為什麼要有這個所謂的滅世行動 我上次的稱呼 或者救世行動的一個背後的理念 有啊,有啊 他裡面有自己提過的 很喜歡病和很愚蠢的 又不可以說愚蠢的 每個人受的童年創傷都不同的 是的,那就是因為他是反彈 所以又是他那些爸爸媽媽 都覺得他是怪物 不要他 然後所有人都是排斥他 不管他 然後他還覺得 個性是不應該存在的 是的,個性是不好的 個性是應該消滅的 就是這樣 原來有個性 大哥,笨狗 直接沒有個性都未必 還未想死 不過沒有的 有時候他可能真的很慘 被人反彈 每個人都反彈 人家過來 他又彈了別人的鐘 這套我自己覺得 是的 沒有第二集那麼好 好過第一集 因為畢竟 第一集說 比我多說的是 All Mighty 那麼 這一集是 主要都是說回三個主角 還有我真的挺喜歡 Rody和阿笨狗之間的關係 但是都是勝出派的 勝出勝出 我本來就沒有派別的 所以就沒什麼所謂 是的,我大體上覺得他們 逃亡啊 接著到最後 好像剛剛迪基那樣說 在一個短短的 大約兩個小時左右 的一個劇場版裡面 都真的建立到一種 新角色的角色 還有 其實我沒有記錯 他這次的背景 就是他那個戰鬥場 其實他說是一個歐洲的地方 原創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他的地方 就是他有歐洲小鎮的東西 還有那條橋 就真的很像美國那些金門橋 我覺得他這個地方 其實他 整套東西的設計 地點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他這次是世界一共大戰 所以他就是很多 他有些地方就是 一些什麼巴黎啊 埃及啊那些 完全過出來一兩磨 但是沒什麼 就是他好像很想把這個世界 發到很大 但是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這套東西 那個危機 那樣就是只剩下Deku那邊 整個地 就是他想做到整個全球產的感覺 但是 他做不到 我覺得這套是 他應該是 他試圖 但是作為觀眾 你是沒有那種 沒有這種張力在那裡 沒有 完全沒有那個感覺 就是你所有的危機 都是在主角那邊 但是你隔離 那些什麼巴黎啊那些 其實紐約那些 他們是有拯救的 但是你不覺得會很緊張 是的 我就是覺得這套 我覺得這套不是那麽 就是沒有那種集中力在那裡 我會覺得是 尤其是他連去到那個 幫他做你爆炸了 就是最後到那幾秒的時候 那一刻你都沒有那種 啊 怎麼算啊 那種緊張感在那裡 沒有 完全沒有 是的 因為你知道一定解決得到 雖然是 但是有時候有些位置你都會 啊 怎麼辦啊 好害怕 好緊張 但是這套真是 沒有太大這種的感覺在那裡 是的 是的 我覺得 入場一刷 OK的 不過我猜香港應該都差不多下話了 嗯 它更多下話 應該還有一個星期 是因為下個星期才到Deku把solo post卡卡出來 哦 是寧邦還是新營 寧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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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寧邦應該都會 通常寧邦都會熬得久一點的 會搞多一兩個星期 因為它這個星期是阿軍 那下個星期就Deku最後一張 所以應該是起碼去到下個星期 OK 但是真的沒有動 還有香港第一個星期是有這個MX4D版的 我最初都有想過不如看一次 但幸好沒有進去看MX4D 我覺得應該 尺寸的就是 那些椅子動一下動一下 還有一些東西射出來 都沒有什麼吸引 這套 那你最後應該搖到很瘋狂 最後那段 打那段 是 應該是 應該是不斷地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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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的 後半段都是這樣震震 好啦 那有沒有什麼補充阿仲 沒有啦 我希望第六季給我 那第六季就要看元柱了 那你元柱才知道究竟是盛出還是轟出的 不是 我聽別人看元柱 現在連載都是盛出的 是啊 我都安慰一點 我覺得元柱是比較盛出一些的 因為他們兩個是真的從小到大的夥伴 或者是冤家來的 所以其實 其實在我的印象 看元柱 在我的印象 其實冤是排除了出去的 完全排除了出去的 因為 就算阿麥都是 都是當了 是 聖豪和阿笨狗 是兩個他要交代 即是他要繼續去引導的人 冤不是 是 那又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阿米多和Deku 和阿美貓仔他們 那些是家長和阿仔 和未來女婿的關係來的 那些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漫畫 漫畫 漫畫已經淡出了三主角的那個感覺 我自己看到二十四期的感覺 是這樣的 是 好 那如果聽眾你們都有看 我英的 或者有看今集的劇場版 你們有什麼感受呢 或者感想呢 不妨和我們分享一下 那今集的洞派點五集 就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下次再見 那記得 like 訂閱和分享我們的頻道 那如果你是我們的忠實聽眾 又很想聽我們多些其他節目的話 那我們Patreon都在等你的 Patreon一個月只是五元美金而已 就可以收聽我們其他的獨家 或者優先節目 那今集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